衛福部常務次長石崇良表示 必須要觀察一兩個禮拜 不過國人最關注的是 邊境什麼時候可以放寬到0加7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松口 最快9月底就有機會 本土疫情持續上升 指揮中心10號宣布 本土新增35594例 比上週同日上升了9.4% 專家認為中秋廉假之後 確診數會再往上飆 9月底10月初之後 會反部下降 但是將來一定還會有低度的流行 衛福部常務次長石崇良表示 中秋廉假之後 必須觀察一到兩個禮拜 預估到達高峰之後 大約一個月到一個多月 這波BA.5的疫情就會慢慢過去 石崇良表示 入境檢疫下個階段 可能放寬為前三天 不需要入住防疫旅館 可以採取居家一人一室隔離 如果民眾都能夠遵守 相關的防疫措施 就可以再逐步走向0加7階段 所以老百姓 能不能遵守防疫的規定 才要給他解 你這樣這種東西幹什麼 無聊 疫情的末期像現在 關口一點都不重要 能解就盡量解 而且希望能夠在9月底 就能夠趕快的解掉 那目前估計就是9月底 10月初 高峰之後再看兩週 當然比較大可能是10月 10月 10月應該會有機會 指揮中心發言人 莊仁祥松口 最快可能9月底 邊境放寬到0加7 但是否有變數 一切還得看本土疫情發展 記者王志文 王宜仲 台北報導